第129集 我眼睁睁看着巨大的广告牌砸在云红身上 和他的距离却至少有15米 根本来不及做什么 我心中一惊啊 急忙朝楼顶看 同时掏出道皇甫向上甩去 但忽然而起的驯风此时 消弥无踪 皇甫感应不到阴气 在空中晃得两下随着清风静静的飘落 尖叫声响起 开始有人注意到云红了 报警的看热闹的很快微距起来 我把目光转向云红的尸体 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失 那种感觉让人很无奈 很快围观的人群就把云红围住 我甚至连云红的尸体都看不到了 回了回时 给李玲打电话 小哥 云红死了 死于一场意外 在云红出事的时候多出了一股风 我没感觉出什么来 你那边是有什么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万赏 李玲沉声道 咱们在你家楼下的咖啡店回合 今天再说嘛 李玲的语气依旧是那么冷静 似乎没有半点波动 但我认识她的时间太长了 还是敏锐的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心里不由地一惊 难道李玲钉的四号男嘉宾也出事了吗 似乎没这种可能 李玲伸手和倒数都是数一数二的 可如果四号男嘉宾没出事 李玲绝不会这么快的跟我会合 挂电话 我还是出了会儿神 警车也到了 我留下也没什么意义 伸手打了个车 到我家门口的咖啡店 李玲已经在里边了 她应该是早到了 甚至已经帮我点好了一杯咖啡 慵懒的午后喝成一杯咖啡 听一曲舒缓的歌曲 本来是该很有情调的事情 我却丝毫感觉不到舒服和温暖 坐到李玲对面 李玲手指夹着根烟 青烟冉冉飘荡在窗户上 她的表情很是平静 我却看出了无奈 我伸手从桌子上抽出根烟来 同样点着 深吸了一口 沉声地问 小哥 发生什么事了 李玲吐出个烟圈 声音有些飘渺 李杨死了 李杨是四号男嘉宾的名字 虽然我早就料到了会是这个结局 心中还是忍不住一沉 问道 怎么死的 李玲无奈的摇摇头说 李杨比云红 晚五分钟出来的 我跟他身后呢 一直小心保护 李杨家离得比较近 没有坐出租车或者公车 而是不行 走过两个街口 过条小路 路不算太宽 前面不远处有个人在装修 铁架子呢 搭得还是凌乱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急忙上去 跟李杨也就是两三步距离 可没想到李杨转身 进了一家小卖店 我正在犹豫 是不是该跟上去 李杨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 就出来了 这时候 楼上将是有人在吵架 一个花盆凌空砸下 关键时刻 我的小卖店门口 及时推他一把 花盆碰得落地 就是那么一瞬 李杨就得惨死在花盆下 我似乎感觉到 有股阴沉力量在头顶上方 抬着去看 什么都没看到 我救李杨 他立刻就认出了我 感谢我同时 那我怎么也在这呢 我就说随便瞎逛逛 就碰到他了 李杨并没有多想 还是感谢我 说是中午要请我吃饭 我琢磨着正好跟他 算是认识了 也能时刻的 不离开他保护的 进而进行观察 就没有拒绝 李杨非要请我去吃烤鱼 我说不用 这会儿呢 就随便吃点得了 李杨看起来不算是很富裕 待会找了家拉面馆 要了几个凉菜 两杯啤酒 饭店很小 街边开那种啊 店面也就是四十平米 有一窗户 光线也不足 屋顶上点着点 一百瓦的那种 度数的灯泡 里边摆了几张 简易的桌子 椅子 屋子后面用木板 隔了一个工作间 里面炉火烧得正旺 一个人身上系着 白围裙的大胖子 那这汗流甲胃啊 正在忙活呢 靠近胖师傅前面 离一张饭桌不远处的屋顶上 有一个老式的吊扇 在那嗡嗡地转动着 已经并不灵活的善灭 刺发出还算强劲的风 来吃饭的人并不多 只有四五个人 零散坐在两张桌子旁 我们来找一个空座 就坐下来 趁着饭菜还没端上来 李杨给我聊起来 关于上节目的事 也没什么新鲜的 全都是埋怨 说什么没房没车没钱的 上这种节目 就是找虐之类的 我一边敷衍 一边想着先前花盆掉下来的事情 我感觉到了一股阴暗的力量 却看不出这力量的原则何处 李杨出事的时候正是中午 天地间阳气最盛的时候 今天又是大晴天 什么阴雾敢在这样的时候出来害人呢 我还是有些纳闷 就在出神的时候 李杨越说越是郁闷 拿起筷子比划 将人把这根筷子 比划到地上去了 我们坐这简易的小桌子 本来就是不高 当他第一头捡筷子的时候 另一根筷子 并没有放下 右手攥着 竖立着桌子上头 弯腰去捡 恰巧地上有一片油渍 那是桌子上装辣椒油的碗裂开了一条缝隙流出来所导致的 而他却无巧不巧 正好右脚踩在辣椒油上 不由的俯身向下一栽 我又感觉到那股阴暗的力量 本能已经来不及多想 伸出胳膊架着身体 不少控制李杨 此时他眼珠离瘦起来的筷子 只有一只的距离 接着 那股力量就消失不见了 这一幕 吓李杨不清啊 颤抖着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在他愣愣出神的时候 烤厨师 蹲出一碗拉面 加好汤 放上香菜要蹲出来 薛学师现在不是很忙 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忙 他在加汤的时候 锅盖没盖着 一股巨大的蒸汽顿时 腾空而起 蒸汽他这一团白烟 升到了屋顶 被屋顶挡住后 迅速撕散 把这个老式的吊扇 冲击得一阵摇晃 吊扇已经是有些年头了 不是很牢固 争起一起 吊扇再也承受不住这股冲击 上面固定吊扇的管子 猛然陀落 连带里边的电线一起断了 吊扇带着风声 向下面的桌子上砸去 下面桌子上正好有一个 和口碑 然后呢 就当那杯子用的玻璃杯 电红扇猛的就砸落了 把这个玻璃杯砸碎了 风扇却于是未减 扇叶仍然转动 带动着被砸碎的几块小玻璃 如同子弹般的 向李扬和我击射过来 事情发生了一刻 我突然觉得不对劲 本能向后一倒 正是这种本能 使得玻璃片没有激动我 就已经发觉到不对劲了 我带着凳子向后一仰 正好躲过玻璃片的一击 虽然躲过去了 但玻璃碎片就在我喉咙边上擦过 如果不是一仰 恐怕喉咙就被玻璃碎片击穿了 啪的声 玻璃碎片打在墙上一阵脆响 我出了一只冷汗 只觉着喉咙间冷嗖嗖的 一阵冰寒 再看李扬 她的喉咙已经被碎片给击碎了 我知道带下去麻烦多 趁着没人注意 转时溜出去了 玻璃说得很详细 甚至有些灰色灰色了 脸上去带着一丝狠力 我知道她是生气了 玻璃心高气傲 却接连遭到挫败 不服气那肯定的 我沉默着没说话 脑袋转过不停 玻璃比我强多了 她至少帮着李扬躲过两劫 第三次却没躲过 我分外注意的是 这三次意外 玻璃都感觉到了阴暗的力量 但这股力量却像是一个 训练有素的杀手 只在杀人的时候出现 第一次 阴暗力量出现在高处 花盆落下的时候 李扬推了李扬 就没时间观察上面的情况 第二次出现在两人身边 但是直到李扬有危险 李扬才感觉到 却同样是因为救人 而没有时间追查 阴暗力量来源 第三次就更邪恶了 那股力量竟然把李扬都算计在里边 李扬要是躲不开 那就多力气意外 躲开了 这个时间足够那股阴暗力量圆盾了 可是到底是一股怎样的力量 又是什么样的术法 竟然能如此邪乎呢 李扬都看不出什么样的阴暗力量 也找不到源头 说明这种知人死地的法术 能是远程攻击 不用本人是不必亲自动手 虽然这种法术有很多种 但符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 就只有诅咒术了 所谓诅咒术 是使用黑暗或者邪恶的力量 来完成自己的愿望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诅咒有很多种方式 主要有物骨 照邪诅咒用的这种乌骨呢 有很多种 比如苗疆的毒骨或虫骨 还有一种方式与苗疆乌骨有些类似 在小棍里招来这种邪灵 并用自己的鲜血进行饲养 在需要的时候 棍儿里的邪灵会以主人希望的形态出现 执行主人交代的任务 照邪主要是通过一定的仪式 召唤含有怨气的阴魂野鬼 使用他们的怨气得到力量 再加以利用 以达到自己的愿望 还有一些血咒 自杀前发出强烈怨恨的气息 许下的誓言 这些都是诅咒 上面这些诅咒起作用 一般是咒骂 基本上就是浪费口水 那没个屁用 除了诅咒术我实在是想不起 还有什么邪术能够立竿见影的效果 忍不住就问了 小哥 你说会不会是诅咒术啊 李玲摇头苦笑 我看不出来 法术不管正邪都需要实际布置 凉死太急促了 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那股阴暗力道不同于阴灵厉鬼 阴邪气息并不明显 不太像是诅咒术 李玲没把话说死 看得出 他也是有些迷惑 我喝了口咖啡 回想 袁洪 死亡的瞬间 广告牌子早就存在危险 早晚得掉下来 却偏偏掉在了袁洪的脑袋上 很像是一起意外 可我和李玲都知道绝对不是意外 也不可能有人提前布置 毕竟广告牌子早就存在 这就太玄乎了 对方怎么知道 袁洪一定会走那条路 又怎么知道 他一定会走到那个位置 是他暗示了袁洪 还是早就做好了安排 死亡戒二零三的发生在参加 原来是你的节目嘉宾身上 目的又是什么 我和李莹的脑洞大开 都没琢磨出来 更困惑的是 对方为什么偏偏留下我俩 难道他不知道我俩 会是他策划这一切的最大的阻碍吗 别琢磨了 既然开始了 就不会和开结束 既然咱们都进入下一轮 那就继续参加节目 对方一定会再出手的 事到如今也只能是如此了呀 我俩离开咖啡店 回到我家开始画符 这次的符都是保真的符 和攻击性的符 对方阴险 多准备总是没有坏处 接下来赵兴 是接到了云红 以及李扬死亡的消息 打电话问我进展怎么样了 电话里边赵兴 显得很是焦急 说警方再次向公司 提出停泊的要求 公司没有答应 正在扯皮 但这肯定是最后一期了 如果我和李玹 解决不了这件事情 原来是你 不会再有下一期 我把和李玹的亲身经历 凉起死亡 跟他说了一遍 让他最好找私家侦探 查查竞争对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背后使手段的人 针对的不会是某一个人 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想把节目搞垮 我还跟赵兴说了一定 保证我和李玹 能够参加户外环节 不管赵兴使什么手段 接下来是没什么好说的 一连三天 我和李玹各自准备 准备配合着节目 准备进入下一轮的户外环节 令我想不到的是 我和李玹在网上的呼声相当高 节目播出之后呢 网上又是一片喧嚣 尤其是对李玹的表现 点赞那是大大的有啊 我的表现还算是一般 李玹就太出格了 原来是你甚至 呈现出了火爆的程度 毕竟李玹颜值高 那么有个性 干这一份外人 看起来很神秘的工作 比起以往游华男嘉宾来说 李玹的另类 刺激了现代追求 个性化的年轻人 只是一期节目 就把先前原来是你的话题 人物给盖了过去 尤其是投票环节 星期五有鬼的粉丝 疯狂的涌入 原来是你节目的留言板 墙里支持我和李玹 仿佛这是一场盛会 那票数涨的遥遥领先 更有粉丝留言 只要浪总和小哥出现的地方 一定就有灵异事件 会不会是原来是你发生灵异事件呢 否则为什么浪总和小哥 要参加这档没啥品味的相亲节目 我不禁为这位ID叫做 我爱玄猫的网友 悄悄点一赞 还有人说 原来是你播出了这么多期 就数这期那最好看了 浪总和李玲 是他们见过最不装逼的嘉宾了 赵星根本就没来得及 在幕后操作 我和李玲的票数 就已经遥遥领先 尽若下一轮户外环节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总之网上吵得很是热闹 但几个嘉宾的死 却一直没有透露出去 估计公司也是花了大代价 隐瞒下来的 翻看着原来是你的留言板 我很为自己和李玲 能有这么高的人气感到惊讶 一条条的翻下去 我突然看到一个ID叫做 爱恨灰灰的网友留言 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虚伪的节目 虚伪的人 参加节目的嘉宾都要死 这算是一个诅咒吗 我急忙给班晓鲜打电话 让他帮忙查查 爱恨灰灰的确切地址 挂电话 我此此盯着这条留言 很是疑惑 这位叫做爱恨灰灰的朋友 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句话 难道他就是凶手吗 我仔细看着上面的ID和发帖时间 上面显示的是手机留言 留言的时间是节目播出后的两分钟以内 但很快就被其他帖子压下去了 并不显身露水 甚至连回复的人都没有 如今是喷着横行的时代 很多人平时生活很不如意 喜欢在网上找优越感 所以不管什么节目 都有人喷 大家也都是见怪不怪了 这样类似诅咒的话也不少见 那谁也不会当回事 只有我知道内幕 才会对这条留言上心 我不是黑客 除了会装系统 别的一窍不通啊 只能是等班晓鲜回复 一等就是一上午 直到下午班晓鲜回来电话 说是找到了点线索 对方是在一家电信营业厅的展示柜台上 又让客户体验的手机发的 连ID都是当时注册的 没什么线索